今天晚上睡前再來一小段 催眠版的 美國總統大選的情勢的分析 那因為晚餐的時間我已經做了一個 小單元是文學的MobilDeck 解答同學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晚上就 稍微輕鬆一點 大概 講個一點 目前局勢的變化 那因為大氣源 因為大氣源他現在不能夠點進去內文看 因為 要訂閱才行我只能看標題 我們就概略看一下標題 點進去他沒有辦法閱讀 所以我們就 從現成的版面來看有沒有什麼變化 這幾個小時裡面 看賓州 Pennsylvania Curse says Disappointed Scotus 這個是 美國的 最高法院 這個是 Supreme Court He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好像是這樣 Refuse to hear 那個Curse Curse是參議員 好像是Ted Cruz 他講說如果最高法院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拒絕去審理 那個hear是審理 賓州的案件的話 那是一個 非常令人失望的事情 下面這個是 Curse denies effort to force withdrawal of Pennsylvania Election 那這個 同學要特別注意就是 最高法院他駁回賓州的案子有兩件 這兩件 有的不重要有的重要 那我們在講 我前幾集有講到 英文新聞的四讀 這個部分國內做的尤其是 不管是世界日報也好 或者是 聯合報 我評論的蠻多的這個部分做的 很不理想啊我不能講很差 我們待會再來看那個屬於我不能講假新聞因為他可能也是引用別的新聞不過 你如果是像我這種國際情報專業我一看就知道胡說八道亂寫 我待會秀給同學看一下 那個叫張官李戴然後 加油天簇 然後呢 無中生有 然後呢 誤導 我待會給同學看這個幾乎我剛剛講的這些問題 極大成如果不是fake news至少也是disinformation 我們待會再來看這一段 反正我們內文不能點進去看了我沒訂閱 所以我們只能看 標題然後看川普的推文 這樣子然後再看一看 國內的新聞 外電新聞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喬治亞州 最新的 Georgia county says couldn't duplicate election results 喬治亞有一個 表示說他沒有辦法複製 選舉的結果 這個我不能點進去看因為沒有付費 大概知道就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新出來的 Truple lawyer Georgia officials violate the law 喬治亞州的 officials應該是選務有關的官員 哪些官員跟選務有關除了選務委員會 之外還有 選務的負責人是州務卿 是 Secretary of state Secretary of the state of Georgia 這樣子 那州長就是 他有一些權限 就是最後劃壓的 權限簽署的最後那個certified 他要簽署 所以這邊要 川普團隊的律師 發現喬治亞州的選務官員可能或是相關的官員可能有違法 好這樣子 看 Arizona兩個小時之前的 Cenic Powell plans to appeal dismissal of Arizona Election lawsuit Cenic Powell是獨立的 律師 他打算要上訴 雅利桑那州 的 選舉訴訟案被駁回他要上訴 我講這個本來就可以上訴 大概就這樣子 這個有一個七個小時之前的 Powell在威斯康辛 Powell也是 Cenic Powell To seek Emergency review After judge dismisses Wisconsin 呃 這個可能是 威斯康辛州州的法院的法官 駁回了威斯康辛的另外一個訴訟 那 律師 這個獨立律師準備要尋求緊急的 這種 在 重新審理 再重新來做 另外有一個蠻重要的 我相信國內已經有很多人知道 我上一集有講到 17 states urged Supreme court to review Texas bid Challenging election 也就是說原來是德州 的 呃 那個叫做 呃 Attorney General 叫 A.G 應該是 檢查總長 那個州的檢查總長 他 告了四個州 四個爭議州 呃是違憲 直接 打違憲官司 就把這個 訴狀 遞到 呃美國最高法院 接 接續後面發生了17個州響應 有點像我們講的 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啊這樣子 有17個州響應這個事情就變得很大 真正有決定影響性的決定了 是這個會有 哦對 整個正義州的選票的選舉人票的計算會有重大影響 而不是 Pansylvania這個 最高法院駁回的這個案這兩個是不同的案子 那我剛剛有講媒體試讀我們來看一下聯合報 最高法院一句 話 據審賓州選舉贈送 川普最終翻盤機會破滅這個是基本上可以算胡說八道 因為 最終翻盤機會 基本上沒有出現啦 最終翻盤機會 我講有三道防火牆 最後最後一道要等到 1月6號 如果強度關山的話最終 翻盤機會在 Mike Pence手上 怎麼會是現在呢 一個賓州的 把這個 法律訴訟被駁回 就破滅了 所以表示說 這個 郭崇倫 我不知道他是誰啦 就是原來是 編輯現在換副總編輯沒有比較好啊 還是不懂啊 這個 你是只要有正常大腦的人就知道說 不可能最高法院 拒審賓州的選舉贈送 因為這跟打乒乓球一樣來來回來來回還可以上訴 州的法院 聯邦的法院最高法院一路上訴怎麼會最終翻盤機會破滅呢 這個到底是他的 來源根據是什麼 是嘗試還是那你嘗試太差了吧 我們待會來看郭崇倫 是什麼副總編輯越搞越糟 比較好笑的是張官李戴 我們看內容啊 12月8日美國最高法院針對共和黨人對賓州提出推翻選舉認證訴訟 判定 駁回禁制處分的申請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沒有解釋理由也沒有敘述是否有不同意見 把川普與保守派長久以來 期待與謀劃 一舉推翻 難道 推翻一個州就 選舉就結束了嗎 那我們剛剛看爭議州還是爭議州啊 斷絕了川普翻盤的最後希望 這句話最好笑 這個不曉得是從哪邊抄來的還是說郭崇倫自己本身 對 涉外事務或是美國的 相關的政治 制度 憲法是不了解的所以他 副總編輯可能可以寫一寫國內小道消息 這種屬於 喔有一點國際觀的不能叫這種 我不知道他是誰啊我們點進去看一看 你看這個樣子 郭崇倫 考上大學時是地址 轉讀政治 最後做的是新聞 原本想以學術為生但是 你學術為生就完了 你以這種完全沒有學術 考證 我待會告訴你你哪裡弄錯了 但是在變動中台灣發現新聞更直接更有成就感 你這樣子搞的話 你會很沒有成就感因為我待會要打你槍 專業雖然是國際你是國際專業 你告訴我是什麼國際專業 擺脫不了學術器 我也看不出你有什麼學術器 過了三十幾年 兩邊不搭的身上 那大概年紀跟我差不多大了 我來打槍他剛好 好看一下 這個是 美國最高法院的部落格官網 Scott's Block 他講 The Supreme Court has rejected Pennsylvania Republican Congressmen's request to prevent Pennsylvania from certifying This presidential electoral results in favor of Joe Biden 上面是講說 最高法院已經駁回了 賓州 共和黨團 的 議員 所提出來的 所提出來的 要 不是德州 不是德州今天早上 提出來違憲的案件 因為違憲的案件才是會一槍斃命的案件 不是這個 這個跟打乒乓球一樣打來打去 這個是剛好就是12月8號 Tuesday 他這邊有把整個 訴狀內容列出來 Tuesday December 8 2020 Order in Pending case 這個是 號碼 Kellie Mike at all 就是Kellie Mike等人 versus Pennsylvania at all 跟賓州的一些人 那看看川普怎麼講 這是川普轉貼的 美國最高法院已經認證了這兩個是不同的案子 真正會斷絕 也不到那個地步啦 因為法律訴訟最高法院的 違憲官司不可能 就算 判定違憲也不會立刻斷絕 因為後面還有程序要走 不會是最終希望 我們看看郭崇倫怎麼講的 我們看看崇倫兄怎麼講的 川普最終翻盤機會破滅 那哪裡是最終翻盤 人家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的 部落格都已經講了這兩個是不同的案子 上面這個不痛不癢 下面這個才是有重 才是重點 因為他是德州出來的 AG Attorney General 去告另外四個州 然後有16還是17個州 隔天立刻響印 那是大條的大案子 上面這個是小案子 無關痛癢 看看川普怎麼講 This was not my case as has been so incorrectly reported 他說 現在講的這個賓州被最高法院駁回的案子 不是 大家 錯誤報導的 我的案子 呵呵呵 混為一談的我的案子 川普就出來講還貼出來 結果 崇倫兄把他 好高興喔 再點進來看看 最高法院一句話 巨審 12月8號沒錯 副總編輯郭崇倫 副總編輯我來當就好了 這種水準 呵呵呵 所以同學現在相信說 國際情報你只要不是玩假的 高度在這邊 什麼總編輯 編輯什麼新聞的在這邊 中間這個落差是很大的 對 the case that everyone has been waiting for is the state's case with Texas and numerous others joining it is very strong all criteria met 看川普怎麼講啊 這個 大家正在等待 引頸期盼 的 案子 是 the state's case with Texas 是美國 最高法院 或是說 德州 一個州 告另外四個州 因為 是屬於聯邦政府的範疇了 不是單獨個別一個州 就變成全美國的案子 叫the state's case 變成全國的案子了 所以你看他那個state大寫 如果是州的話 他有小寫 單純講一個州是小寫 大寫就是 全美國因為跨州了 跨了四個州 告的人 是德州 告另外四個州 牽涉進去就是 所謂的原告 plaintiff 是Texas 被告 那個 defendant 就是另外四個搖擺州 包含Pennsylvania 然後川普講還有其他的 州正在加入 果然 8號以後有16個州 還17個州 有響應 It is very strong 這個強度很強 All criteria met 所有的 程序 所有的要件都吻合了 How can you have a presidency when a vast majority think the election was rigged 他講說你怎麼可以有 一個 在所有絕大部分都認為這個選舉是 Rate 現在好像 YouTube有censorship 所以我講話小心一點 好像這些字不能講了不能講 我是引述啊不是我自己講的 大家都認為他有問題 那 你怎麼可能讓 這個有問題的選舉產生的總統 讓他來當總統呢 大家怎麼能夠讓這種事情發生呢 這是川普的Twitter 所以顯然郭崇信 郭崇倫 副總編輯 引用了 不正確張官李戴的兩個不同賓州的案件 的案子 然後搭做文章 因為川普最終 翻盤機會根本沒有破滅那個案子 就只是被最高法院駁回 真正的大案子後面那個 德州告另外四個州有17個都響應的那個 那個案子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媒體四讀 那如果我講錯了 郭崇倫 副總編輯可以 看我是引用啦 如果我弄錯的話 我會更正 我下一集更正 那如果沒有弄錯表示說 聯合報要加油了啦 我們也不能去責備副總編輯 畢竟得高望重 小的不行換老的還是不行 把這樣子 這是媒體四足的一環啊 我沒有針對任何個人 我是說 我很早就在講 因為我在美國念新聞的 在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念的是 News writing 還有很多相關的 Public relations 我是這方面 對國際 更何況我是搞國際情報的 呆華府嘛 以我的條件跟專業知識 我不可能搞錯了 我都已經引進據點 我搞錯的機率 現在基本上已經是零了啦 我已經白紙黑字引進據點了 所以 顯然 副總編輯把 這個案子 當成這個案子 如果不是的話他就不會是 希望破滅最後希望破滅 那表示說對整個美國選舉 整個流程跟程序跟他的憲法三權分離經驗都不了解吧 才會認為賓州的案子在最高法院駁回了就 就結案了 哪有那麼簡單啊 那副總編輯我來當就好我監猜就可以了 我在家裡面這樣子 抓一點東西自己 編故事 標題寫聳動一點 我就可以當副總編輯了哪有那麼好 這是 沒有針對個人或是 媒體我是講 有關 涉及到 涉外事務 尤其是美國這個國家很重要 美國總統大選又那麼激烈 所以如果你 隨隨便便的沒有經過大腦也沒有經過專業 可以不懂可以問嗎你來問我會跟你講啊 你隨便亂登就會這樣鬧笑話我已經講過一定會鬧笑話這個大家 同學參考一下 好 好 我們今天 看看川普還有沒有什麼新的貼的東西 好看一下這個川普轉貼的 Lance Gooden Everybody's got their own opinions about election 這個字好像不能講 I'm not interested in opinions I want facts 他講說我對大家有什麼意見不感興趣我要的是真相 我們聽聽看這個 這個可能是德州的還是什麼 他提出的訴訟 這個是最高法院我們聽聽看 而且有連署 好這個聽起來有點像是要聯名信寄給 William Barr 就是 Department of Justice的Attorney General 聯署 要調查這一次的 大學裡面出現的問題 Lance Gooden Congressman Good morning Thanks so much for Being with us Glad you could join us here On Wake Up America More than two dozen Republican 這個節目叫 Wake Up America 行行吧 美國 其實我只是看你寫的文章 你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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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了一封信 然後有好多 可能有二三十個人聯署 都是參議員 或是眾議員 議員之類的 有兩千名的文章 從Republican的旁邊 那裡 那種2020年選舉的 選舉的 或許可否有可能的 選舉的 選舉的選舉 我問為什麼 為何還沒有行動 還沒有行動 為什麼還沒有行動 這個問題 為什麼還沒有行動 還沒有行動 還沒有行動 結果這個發起人說 那是個好問題 你問了很好 我也不知道 We've been asking since election day Last week the Attorney General came out And basically said that there was no fraud And so immediately upon hearing 就是这个William Barr 我说他脸看起来就一副很带碎的样子 而且看起来就是川普讲的In Apps 好像没有什么作为这样子 所以这个发起人 他也说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这么多违藏证据affidavits 他就是不动如山 完全不动 所以干脆你不动我就联名 用议员联名写信 寄给你你总要动了吧 听到这些我自己想 How can we possibly expect an investigation When our own Attorney General is not interested in looking How can we expect an investigation When our Attorney General 就是他 他是 他这个美国司法部长叫Attorney General 比较高的 Are not interested in 就是我们的司法部长好像完全不感兴趣 自身事外 我们怎么可能会启动调查程序呢 他讲说司法部 关注了很多事情 我们对于这样的培养司法人员 也投注了很多 优秀的法学院等等 投注了很多的 所谓的预算也好 资源也好在里面 但怎么会培养出来的人 当了司法部长 对这么重要的事情不感兴趣呢 他讲说其实百分之七十几的人都认为有 有疑问这个大选 他完全不动 百分之七十几算过半很多了 他跟他在议会里面很多同事谈过了 所以大家决定联署来打强新针 惦记你一下 看你会不会动 已经已经想到处理了 他沒有做過 他是一樣的 一票 立即 打到 接收到 立即 然後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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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So much evidence 到 正的 的 但是 當 有太多证据 结果证据写件出来跟他讲 没有问题完全不一样 两回事 南渊北侧 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个人 从总统的任何人 我们已经请了总统的任何人 专业的任何人 可以做一个任何人的研究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你了 你这个看起来就是一副无能 失能的样子 也无所谓 所以我们要求你 或是要求总统 能够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 独立的independent counsel 或是counselor来做调查 我们不要你来调查 因为我们命令不相信你了 我们要 要 所谓的任命特别检察官 on the other side if you're a democrat and you're a joe biden campaign staffer part of the campaign apparatus you should be saying to yourself you know what if we really won this thing Ferrin Square wouldn't we want the other side to believe in the results and so everyone no matter what side of the coin you're on 他说不只是川普阵营 即使你是拜登阵营 你被这么多70%几人迟疑你选举不公有问题 你也会觉得很想搞清楚怎么回事吗 证明一下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吗 那怎么会这边一头热 另外一边没动静 那个拜登阵营也没有想说要自己洗刷 别人冤枉我的冤屈也没有 没动静 耍无赖 川普这边一头热 然后那个William Barr在那边夹在中间一副 好像钥匙不活的样子 木乃伊或是植物人不会动 这样子 所以这个 他说我为什么会发起联名信 是因为 两边应该双方阵营应该都想把这件事情 尘埃落定赶快弄清楚 好顺利就认嘛 输的就输了 赢的就赢了 结果现在不是 一边不动如山 另外一边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这样子 但我不相信 他是站在比较中立的立场说 两边应该都很想要厘清这个 厘清到底这一项怎么样 所以应该要尽速促成 这样的一个调查 让他水落石出 应该要去支持 独立调查 就是他不涉及政党色彩 他不偏向拜登 也不偏向川普 他独立调查 这样子 他不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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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抗争 但我们认为这些是最重要的 因为真相是最重要的 有人问我 我说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真相是最重要的 他讲说这个很重要 而且很迫切 因为真相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的是 法律平衡 算合法有效的选票 要统计出来 我现在不会去想 大家的舆论怎么去讲 我不会干扰我 我只想要真相 其他我不管 这样子 我不会被干扰 我们要的是真相 别人的意见 对我们来讲 没有比真相来得重要 他说即使是一张选票有问题 不是假选票违法的 我怕被电检 被整个被YouTube删掉 那个字好像不能讲 有问题 一张选票有问题 就成立 一百张选票有问题 还是成立 表示这个选举就有问题了 他不是说一张没关系 两张没关系 要一万张才算有关系 不是这样子 有点像说 从法律层面来讲 你偷一块钱跟偷一百万 他都构成偷 只是群结轻重 不管群结多轻重 罪行是成立的 这样子 他是 congressman 在特州的一个参议员 写联明信 他在问说 你们州的 attorney general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four states 他说我们时间不够了 我们要采取行动 因为William Barr没有作为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好像也没有什么动静 所以如果要进入决赛之前 把票数有问题的 票的这个争议州的问题 厘清 这个是最后期限的机会 因为距离14号很近了 而且选票要决定的时间 其实已经到了 所以刚刚那个是 Texas Attorney General 他提出诉讼是这样子 Action to that You know I think Texas is on the right track I learned just I think Texas is on the right track 他自己是德州的议员 他说德州做的事情是 完全没有问题 This morning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asked Ted Cruz to argue this before the surprise President Trump ask or requested Senator Cruz 就是那个Cruz 要求他来出庭 这个案子由他来出庭 作证 作答辩 这样子 Supreme Court I have full faith and confidence in Senator Cruz I have full faith and confidence in Senator Cruz 就是川普总统已经指定 Senator Cruz出席这一次的 德州告四个州 16州响应的这个大的案子 重兵部署 所以刚刚这个高崇伦还是什么 郭崇伦他讲的说 最后希望不是这个案子 是另外那个我刚刚讲德州的 Attorney General 告四个州 16州响应 然后川普总统还指定 那个Ted Cruz 去做出庭 做答辩 做辩论辩护这样子 那个才是这个嘛 就算最高法院把这个案子也驳回了 也不会是最后希望吧 因为最后还有两轮的攻防战 都会是川普胜出 我已经讲过 我不想再多讲 这样子 这个就是媒体氏族真的有问题啦 我们把这个看完就可以 大概就今天就大功告成了 再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 川普新贴的东西 我们可以再讲解签一下 他讲说他还是希望美国的民众 能够更进一步的要求促成民众的力量 民间力量发挥 因为选民最大 这件事情关系到所有的选民 希望能够出来要求有一个 独立的一个调查 这样子 他说真相调查出来 如果输了就认输嘛 真的调查完输了 一翻两队眼就认输了 下次再努力嘛 你不要把他吊在那个地方不上不下 让所有的真相没有出现 没有让民众了解 就会整个事情就搞得很复杂很乱 他的讲法是这个意思 如果调查出来真相 确实是输了 那就认输很简单 现在真正的问题不出在 有人不认输 有人装隐是真相 没有让他真正显现出真相来 大家要真相 并不是谁支持谁这样 美国民众根本不相信政府 所有的选务机关的那个 这么多摄影机画面 什么重复计票 那个穿蓝色还紫色衣服 那个人一直在那边重复计票 重复扫描 那个录影镜头杀伤力多强 你怎么去解释那个行为 难不成思觉失调 拖那个皮箱出来的 都被抓出来了 那个脱皮箱的工作人员 你还没有任何人 名字的FangFang 在任何时工作的办公室 在任何时工作的办公室 对吗 没有 我们还没有任何批评 从她国家的办公室 We've been very outspoken against China against the communist party We've been very outspoken against communist China 他讲我们对于中共是非常强硬的 有话直说的 感言的 绝对不退说的 I suspect they won't be seeking internships in our office I don't think they've been seeking internships in our office 我不相信中共有留学生念法律系的来我们这边申请 那种有点像暑期打工工赌 他讲说 他的同事办公室里面 有人雇佣中国来的实习生 这样子会造成的这种美人际的间谍案件 像俄罗斯 这种事情怎么会在我们的国会大厦里面发生呢 我简直是快疯了 不敢相信 这边有一个 中国国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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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威胁 我们最大的威胁 我们不能够让他们渗透到 立法委员的办公室里面 我会立刻提出一个法案 来禁止中国的学生也好 研究人员也好 来当国会里面的实习生 intern 这样子 我们想要读一下 我们刚刚刚读一下 我们想要读一下 这里 中国国民党 应该不允许 这我刚刚念的 我的兄弟 他在众议院 他哥哥还是他弟 在众议院里面实习过 你们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得到 很多东西里面 亲密东西大堆 那这个我可以讲一讲 我经过国会大厦 经过 里面有看到intern很多 然后还有助理 2001年2002年的时候 我经过国会山庄的 参议院众议院我都去过 确实是很大 里面有推的车子拿档案的 那个都是intern 我应该是国内很少数很少数 进国会 呃山庄里面 然后进到 众议院跟参议院 见到本人进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去的 我是很少数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进去了 但我相信很少 你要搞定国会助理就很难了 as an intern so this is frightening and I don't think the American people realized that this is frightening they don't and I've sadly I don't know that all members of the U.S. House realized that and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o has worked perhaps get some a college kid up through the ranks they would happily work for free in the case of Mr. Swalwell that came out yesterday we learned that he had an intern in his office and they were pursuing him long before he ever became a congressman the come 意思是说 他这个布局布了很久 在那个曝光的那个 哦那个参议员 呃是民主党的 被中共的 他自己的 办公室里面的人员 在他还没有当上 选上 参议员就已经先布局了 就已经 跟他已经在交往了 很久很久 放长先调查局很久 有一直弄到他当上参议员 communist party is very very effective communist party is very very effective of course 他说 中共真的是渗透了能力舍太强 啊现在才知道 when it comes to espionage and they're working all over our nation when it comes to espionage espionage是指间谍活动 好 好41分钟了 哦我就整个 把这个讲到这个地方 哦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很不错的地方 好看一看 新的川普有没有新的东西贴出来 现在大概只能解川普的 贴文多一点 因为大纪元 没有订阅不能看 Morocco recognized the united states in 1777 it starts feeling we recognize their sovereignty over the western sahara 这个跟大学好没什么关系 another historic breakthrough today our two great friends israel and the kingdom of morocco have agreed to fold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massive breakthrough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哦原来是 川普讲说历史性的突破 我们的两个很 重要 很棒的 友邦朋友 以色列跟摩洛哥王国 已经同意 双方的 全面的外交关系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对于中东的和平一个重大突破 Today I sign a proclamation recognizing moroccan sovereignty over the western sahara 原来他美国承认了 认定了 摩洛哥在 西撒哈拉的 主权 有争议的主权 美国认定西撒哈拉 这个地区是摩洛哥的 Morocco's serious cretible and realistic autonomy proposal is the only basis for a just and lasting solution for endur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他签署完这个之后呢 他讲摩洛哥很 深事的 很 可信赖的 而且呢 真切的 独立 的这个提议 是唯一的基础 对于一个公正的 持久的 持 永续的 解决 这种 和平 永续发展 这个 解决方案是 最 公正 最 可以一劳永逸的 这样子 川普转贴了很多 Lans Gooden 我刚刚看的那个 专访的 The DOJ needs to listen to the people and address their election concerns now 就是那个 William Barr 我说真的是应该被撤换 他完全不动 所有人在那边一直push他 他都可以不管 这样子 这个是众议员 Ted Budd 他讲说 司法部真的要倾听一下民众的声音 然后把所有 有关人民关心的选举 这次上面所有的问题都要想办法去把它搞清楚 Glad to join Lance Gooden and more than two dozen house members to demand action to ensure election integrity for Donald Trump 那这个众议员也加入了我们刚刚看的那个Lans Gooden 这个众议员 还包含了二三十位 众议院的众议员签署了一个 要求敦促 司法院 不是司法院 敦促 司法部 来 去确保整个选举的公正公平的这种 进行的这个行动要展开 我们看看这个里面这个信 因为时间还够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这是众议院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e White House 这就不看了 他是寄信给川普 Dear President Trump Following widespread support from my house Republican colleagues I'm again requesting that you direct Attorney General Barr to appoint a special counsel to investigate irregularities in the 2020 election 这封联署信是什么呢 写给川普 由众议院代表民众的力量 下议院 强力支持 要求川普总统行政部门的首长 川普 下令 司法部长开始 不是他去调查 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 Independent中立的 来调查所有 发生的这个选举违藏的事情 The American people deserve a definitive resolution to the uncertainty hovering over the outcome of our election But legitimate questions The voter fraud remains unanswered 他讲美国民众 众议院最能代表美国民众 有权得到一个 确定的解决方案 对于什么呢 对于 纷纷扰扰在这次选举结果 所 弥漫的这种不确定性 要有一个最终的确定结果 交代 向人民交代 但是呢 合法的质疑 Voter fraud remains unanswered 但是我们合法的去质疑 选举舞弊这个部分 仍然没有任何的答案 主管机关 主管单位 司法部门 完全不跟我们交代 就躲起来了 我们不得不跳出来 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他讲说信里面讲到特别强调 司法部已经多次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 被要求要展开调查 对这件事情 选举的很多质疑的事情 但是呢 无作为 整个司法部无作为 完全不为所动 不动作 而且呢 还有 从很多公开的评论 就是司法部长 对公开表示 的一些不当的言论 显示出来 他没有意愿来调查 所以司法部长讲说 应该没事 大家多虑了 这个没有事 一推六二五 简单讲就是说 司法部门的无作为 加上司法部长 公开表示的一些 表态的谈话内容 在在显示出 缺乏意愿来做调查 调查什么呢 调查选举为常的这些 大家关心的事情 Your campaign就是 总统阁下你的 阵营 竞选团队里面 还有其他的 已经当选的官员里面 整个全国当选的 因为还有很多选举在同时进行 有参议院 有众议院的选举 还有州的议会的选举 全国的选举当选的这些官员 还有你的团队 所声称的 居然跟他讲的南原北策 他是不是 完全不接地气 还是跟名义完全脱节 他说总统任命一个特别的调查 调查小组 那个叫council 是一个委员会 特别委员会 可以 建立一个调查小组 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 找出真相 然后呢 让全美国 都知道 真相出来了 就可以稳定军心了 大家就不会人心浮动 就很确定 相信政府 以后 投票也相信 不会完全失去信心 这样子 信心就恢复了 现在大家对选举都不相信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他讲说 我们联署 众议院的众议员联署 敦促你 要求你 采取快速决定性果决的行动 下令要求 你的司法部长 William Barr 去任命一个调查委 特别调查小组 委员会 来恢复美国人民 对选举的信心 现在已经完全没信心了 所以你看 川普不能自己去认 下命令叫William Barr 因为他是司法单位 司法是独立的 独立运作的 川普总统没有办法 直接下令 那个会越权 司法部长做调查 但是 真正的主人 人民 出来要求众议院的众议员 联名联署 代表 全国的人民 要求总统 下令司法院调查 这个就 有正当性了 好 这样子 那我是觉得 直接把它换掉比较快 我看到那个脸 我就知道 城市不足 拜师有余 哈哈哈哈 show him the door 哈哈哈哈 send him packing 好 52分钟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该讲都讲完了 这是Lance Gooden 就是我们刚看的 这个 好 结论 这个媒体试读很重要 这个副总编辑郭插伦 这个张冠礼带 我须面提醒他一下 还好 美国人看不懂中文 否则看到不吐血 这个两个 特别讲是两个不同的案件 我会把它贴出来 那个网址 大家再看一下 说不定是我搞错 那个几率很低很低 搞国际情报的这种东西都搞错 那可以米咖宽宽回家了 这样子 虽然我已经 退休15-16年了 但是那个基本功力还在吗 这个不需要用到大脑 好 那我们今天就 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同学 后续状况 我们明天继续 再来看有重大的更新 我们再来做更新 感谢同学 晚安 够催眠了